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各位兄弟既然都在此 咱们就把话说开如何 好 我们今天就把事情谈同 难得兄弟再此一句 大哥 你怎么不说话呢 这里桌上 该属于年纪最大 应该是由你做主才对 做主是什么 有个人在这边我就浑身不舒爽 大哥 你们还在为小人的事恨我吗 你可不可以听我解释啊 解释杀小 你不想听个大狼狗在那乱废 唉 你们两个的事 你们自个去解决 今儿在这里谈的是正事 谈什么 有什么好谈的 法律台文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是长子 我有合法继承权 大哥 我看您只眼花了吧 法律规定子女均分 我们两个分到的是一样的 不 咱们杨家股份最多 好 原来比你们大哥多得多了 好 是董事长的位置 你们应该清楚的很 好啊 股份多 话就比较多事吧 那是因为我们兄弟把它分饱了 如果合起来 你们杨家还有得分吗 你们加得起来吗 难道你大哥就肯跟你凑个人吗 你要不要叫你嫂子去说服他 哼 混蛋 我可不是说他 我跟林斯的股份虽然少 但是加起来 就比你们多了 表哥 您这又严重了 我老公林斯 没有要接入你们战队的意思 哎呀表妹 你就别傻了 你们老公 在业家势力庞大 人脉又广 如果我俩加起来 他们算个屁啊 林耀 我本来因为你已经够不要脸了 没想到你还想到跟杂种联手 多了到底还有没有层次啊 混蛋 杂种又如何 总比老婆都保不住的人还好吧 你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我跟林斯加起来 肯定压得过你 杨旭你也别笑 你以为杨家人都支持你吗 表妹可是林斯的人啊 你们能加起来 我跟大哥就不行吗 我们两个加起来 你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诶 不要搞错 谁要跟你联手 我可是正常合法的继承人 其实我跟林斯都觉得 二哥才是最适合的继承人 妹 你不是说你不会介入吗 我不介入 你们三个还吵得完吗 好好好 林耀 你要跟那个杂种联手 我也不会让你的董事长宝座做得热的 杨你 咱们可是亲兄妹啊 为什么你要帮着这个外人 我本来就没有组织 我本来就没有组织 我老公林斯要帮二哥 我就帮二哥 是啊 我们林家的东西 你们杨家就别笑想了 林耀 你就继续留着你的杂种宝座吧 你好自为之 谢谢啊表妹 感谢你跟林斯在这么帮我啊 不会啊表哥 恭喜你 荣登 董事宝座啦 我还有吃 那我先走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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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